一阳千玺是国内人气最旺的新生代偶像之一,2017年千玺所在的TFBOYS宣布三小时大杯不解散,此后千玺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。 光是2018年前七个月,一阳千玺先后参与录制了综艺《这就是街舞》,以及《幻乐之城》,先后杀清了自己主演的两部大剧《长安是二时辰》和艳势番之心青年,还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平文化课和艺术课双望第一的成绩被中心录取,可以说18岁的一阳千玺前途无可限量,但影帝皇国散布绝口的他, 注定会走得更远,虽然2018年成绩本来,艺术千玺依旧不觉得不够,新剧杀清后,他又投身新的影视作品,正如前文所言,今年艺术千玺主演的第一部影视剧和第二部影视剧已经杀清,这次艺术千玺想要尝试点不一样的东西,那就是主演一部电影,而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大有来头, 据悉这部少年的你来头不小,该拼由金玺奖入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原本人马打造,当年小黄牙周冬雨凭七月与安生收获金玺下影后,如今艺术千玺也有机会凭少年的你,展过金玺下影帝,随着电影拍摄的不断深入,少年的你,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目光, 金玺奖一样千玺周冬雨更是空降热搜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原来这与一样千玺周冬雨度人眼球的最新吻息有关,据悉在最近的少年的你路透中,一样千玺,献上了自己的萤幕出闻,他选择亲自上阵,拒绝使用替身,最终比十八岁千玺大九岁的金玺下影后,周冬雨,将一样千玺的萤幕出闻收入脑中, 不使用替身是演员的自我修养,十八岁的千玺,再一次让网友光目相看,看到一样千玺,因为吻戏空降热搜,有网友感慨道,千玺太棒了,真的想让旁边拍甜蜜暴击的陆寒,好好笑好好看,有网友调侃道,突然被周冬雨夺走了,我家千玺长大了,还有网友直言影帝千玺,大佬加油,Tier Sports一起走,王俊凯王源都会 支持你呆,如果千玺十八岁能拿金马甲影帝,那我就要乐疯了,十八岁的一样千玺在《幻乐之城》中的表演,让见过大场面的黄渤王被不住赞叹,如今又被导演看中,参演实力雄厚的新片少年的你,相信一样千玺的演艺之路,才刚刚开始,加油